以我们中医来讲的话 我们把它分成两大类型 一种就是你放屁一直放屁 然后它是没有味道的 这个我们把它归类到虚寒性的体质 就是肠胃虚寒 对那另外一种就是 你放了很多的臭屁一直在放臭屁 那我们把它归类是燥热体质 我们常见的就是放屁很臭的时候 像你肠胃到受到感染 或是肠胃到有出血 比如说它有溃疡的情形造成了出血 那另外一个它有发炎的情形 它有肿瘤 所以这四种情形呢 也会造成这个肠胃道的臭屁 可是医生我想问一下 您刚才讲说就是肠胃道有这些疾病啊 他们难道不会肚子痛吗 它应该会肚子痛 有些人它不会 像我们的内脏本来就是很多的地方 没有痛觉的神经或接受器 所以它不一定会痛 第一个我教大家的就是 顺时针的按摩法 谢谢大家